下午好 油价于10月11日下滑 扩大了10月10日的跌幅 因为美元走强和中国冠状病毒病例的爆发 引发了对全球需求放缓的担忧 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公司 试图为其联合开发的冠状病毒注射业 创造一个笔墙喷雾版本 但由于在人体上的初步检测 没有达到预期的保护效果 因此遭遇挫折 汇丰全球私人银行已在成都和杭州开展了业务 盖银行还表示 它计划在中国西南地区寻找机会 其现有分支机构位于东部地区 那里有更多高净值人士居住 因为预计到2026年 中国百万富翁的数量将翻倍 达到1220万 通用汽车公司宣布 它正在扩大汽车制造以外的业务 计划通过其能源部门 向住宅和商业客户 提供能源储存和管理服务 此举使其与特斯拉的竞争更加激烈 德国工会Valdi 呼吁全德国9个亚马逊配送中心的工人在本周罢工 在该公司今年的第二次大型销售活动期间 向零售商施压 以大增集体谈判协议 挥立资本团队 祝您健康快乐